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熊市場 相信有些人呢 已經期待戰鬥陀螺新產品已經很久了 九月份新產品 九二 九三 九四 都在這裡 我就不如歹戲脫棚呢 一次全部拍給你們看 好 那這三盒呢 是武士代購幫我弄到的 日本最新的商品 在台灣呢 是還沒有販售的喔 所以現在可能還賣不到 那再等等 好 其實呢 讓我在意的呢 是這兩盒喔 因為這次的聖劍已經升級了嘛 對不對 聖劍發射器呢 也升級了喔 雖然說呢 我目前呢 是看不出來這兩盒到底是差在哪裡了 就外包裝看起來呢 介紹的方式啊 還有圖片的展示喔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啊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先開這個 OK Let's Go 喔 欸 很大隻耶 喔呦 好像一把槍喔 好 內容物非常的簡單喔 拉條 我們先把它呢 先裝上去合體一下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本體了 發射性都那麼大一隻是幹嘛 感覺到了嗎 我覺得它是故意的耶 有種槍的感覺有沒有 那它這一台呢 其實是需要電池的喔 為什麼需要電池 因為呢 它有一個發射力道的一個顯示螢幕喔 在這裡 所以呢 它是需要兩顆LR44的電池喔 LR44就是圓形的那一種的 好 相信它已經附在裡面了 先把它掉 感覺就像這樣子耶 正確握法好像是握這個尾端這裡是不是 我剛剛空拉出來就已經有素質了 可以看到呢 左右迴旋都可以使用 接下來呢 就是貼紙了喔 整隻貼起來就會是這種感覺 還不錯啦 我覺得 大就是霸氣啦 拿出來你的氣勢就贏一半了 感覺一下上一代的大小 唉唷 真的是長大了耶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紅色的這一把囉 到底會差在哪裡咧 好 現在你們看一下這個外觀喔 有感覺到任何差力嗎 基本上呢 還真的都是一樣的喔 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在於它的貼紙的部分喔 注意看貼紙上的英文喔 這一隻呢 我去查一下呢 它是寫武神 那這邊的英文呢 我查一下呢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王者之劍 所以你是想要當武神呢 還是想要拿這把王者之劍呢 這就是廠商的一個小伎倆 同樣的東西呢 給你變個顏色喔 那你去選擇 那發射器呢 我們先放一邊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了 V92 凱旋聖劍 神力聖劍的一個進化版 號稱呢 神能力搭載 它的神能力呢 再次可動部件喔 它的神能力呢 著重在於破壞 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神能力呢 主打就是高強度的破壞 結晶輪盤呢 裡面箱著兩塊鐵喔 哈哈哈哈 能力值的攻擊力呢 也是高到一個誇張喔 好啦 那馬上就來看這顆 B92 凱旋聖劍 它附的發射器居然是 簡易型發射器耶 這個是我認知裡面呢 覺得最沒用的一種發射器喔 這種發射器呢 要力度沒力度 你說它攜帶方便 你打陀螺攜帶方便個屁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是 還蠻雞肋的啦 我覺得它要附這個的話 乾脆就不要附了 哈哈哈哈 簡易型發射器 我們等一下就用新產品來測試 這個就不要了 好 首先先來看鐵喔 這個是一號鐵喔 看得出來它的設計呢 就是偏重心喔 為什麼要偏重心呢 其實答案很明顯 就要看到結晶輪盤 凱旋聖劍呢 主打的就是高強度的破壞力 怎麼樣的破壞法呢 旋轉的時候這根凸起來 金屬的自己有沒有 金屬的這一端呢 會帶來強大的攻擊力喔 所以它旋轉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一個 比較一個偏重心的鐵啊 就好像你拿著一把貢推啊 有沒有 掐去的感覺 所有的力道都集中在那一點 所以呢我還蠻期待這樣的搭配喔 所有的勝負呢 都在那一下 接下來就是這個軸心喔 這個軸心我還真的是沒看過耶 一個新的設計 是金屬的底喔 好 這顆軸心呢 名字叫做Iron Iron的話呢 就是鐵的意思喔 所以呢它的代號叫做LR 取Iron的前面兩個字母啊 金屬字的軸 重量級的激烈移動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啦 我真的要去學一下日文 不然以後開這些日本商品都看不太懂 虛頭就是金屬字的底啦 好不好 等一下也可以來看一下它到底包多大的效用 很有份量喔 比較一下新舊喔 看得出來新的結晶輪牌呢 設計上呢更精細喔 更精緻喔 好接下來呢 要進行實戰測試之前呢 我先幫你們把QR Code 掃進去看它可以分別獲得多少點數 好經過確認呢 聖劍發射器可以獲得3000點 現在還有兩倍喔 沒想到現在覺得還有兩倍耶 我等一下可以抽四次啊 那凱旋聖劍呢 是2800點喔 經過活動加倍之後 2800 好馬上呢 就先來抽個陀螺 好 好 好 沒那個命啦 全部公公 馬上進行實戰測試 Let's go 好馬上進行測試 來你要哪一把 藍色 好 第一站呢就是一個新舊PK喔 7萬個 欸成功了好不好 哪一個是我 欸結果是我爆掉 是誰 7萬個 有被我打到欸 去 7萬個 飛去 飛去哪裡啊 7萬個 哇兩敗俱傷啊 7萬個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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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來 不要跑 變中了才會打 好啦就這樣子 那新舊呢 可以說是新的略勝 接下來就是這個傳說巨神喔 有了 有了 好下一位 三頭選 VS凱旋聖劍 太脆了吧 厲害 下一站無敵陀螺 好 好 看一下無敵時間有沒有辦法撐住啊 發射沒有拿 好穩喔 這狀態啊 天地也不好 哇無敵欸 打不進去 哇 剛才那下很大聲 那聲音很好聽 好最後一站 VS龍拳翼龍 你在跳什麼啊 跳跳舞喔 有了這次就有那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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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打不贏 龍拳翼龍獲勝 打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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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了 這邊打不贏 對 然後就靠到他上面 可以追打 哇 OK 勝負已分 好的各位 經過剛剛的實戰測試呢 就會得出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喔 三頭犬贏了 龍拳翼龍 龍拳翼龍 龍拳翼龍贏了 凱拳聖劍 凱拳聖劍呢 又贏了三頭犬 不過呢 陀螺好玩之處呢 也就在這邊啦 需要各種搭配結合 才能得出自己 最滿意的那一顆 以上呢就是這次 9月的新產品 全部都在這邊啦 那我就兩樣子 影片破千讚的話呢 明天就有新影片 那我見面啦 See 好的 還記得上次的珍財影片嗎 經過了幾個禮拜的時間呢 跟工作室夥伴討論之後呢 現在就要來公布 第一波面試名單了 哇 首先呢 其實是要非常感謝 這麼多的人 想要跟我一起這樣 補搞瞎搞這樣 拍一些有的沒的 非常感謝你們 雖然說呢 這份工作 不是很靠譜 其實說應徵也是有點 太嚴肅了啦 就是一起來 參與拍攝這樣子喔 好 總之呢 廢話不多說 第一波呢 面試名單呢 現在就要公布啦 第一位 羅插成同學 第一位 恭喜你 第二位是 頭插成 恭喜你 第三位是 方插酒 好 第四位 陳插姐 最後一位 周插生 嗨 以上五位呢 你們呢 就是我們挑選出來的結果 名單在這裡 有嗎 有名單嗎 或是因為Key上去 好 以上的五位呢 請你們私訊你們的Skype SKYPE 就在今天的晚上 我們來面試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面對面的 交流一下 最後呢 選出最後的一位 進入到我們的工作室 是的 好影片看到這邊的觀眾呢 你們有福利啦 還記得上次的陀螺抽獎嗎 我這次呢 決定要加碼了 一千三百塊 那參加活動呢 一樣是非常簡單喔 截圖呢 截下你對 英雄日常FB粉絲專的讚 還有 英雄日常YouTube頻道的 訂閱 把它截圖下來之後呢 印出來 寄到 台南郵局八支九十號信箱 我會在10月1號那一天呢 一起抽出這位幸運的觀眾 好不好 跟無敵陀螺一起抽出來 趕快去記性吧